女宇航员明明已经在太空站爆炸中离奇丧生 可是这一刻女儿竟在地球上看到了她 而这个宇宙我们暂且成为B宇宙 B宇宙的丽丝看到已经被抛弃在太空站的妈妈再次出现顿时激动不移 她连忙呼唤着妈妈的名字走出小木 与此同时奇异的事情发生了 穿越来到C宇宙的B宇宙 安娜竟也听到了B宇宙女儿的呼唤 妈妈 可是当她回头看去 那里却空空荡荡 可是思念母亲的丽丝却转身回去穿上一件棉袄 无疑她要去找妈妈 可就在丽丝走出的时候 安娜耳边也响起一阵脚步声 无疑她们刚刚就在平行宇宙擦肩而过 而就在B宇宙的丽丝离开时 身处C宇宙的B宇宙安娜也与C宇宙的女儿 听起太空站爆炸前的录音 丽丝发现了不同寻常的地方 她们当时不是用的瑞典语交谈 可是安娜分明记得自己教过自己的女儿 丽丝瑞典语 可是却得到C宇宙丽丝的否认 丽丝还说当时你和我说 你们在太空站做冷原子实验 可是安娜一听也顿时蒙圈 自己在回来之前根本不知道这一项实验 不过自己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那是一项物理学的量子实验 主要是用来捕捉量子叠加形态 也就是指一件东西能同时出现在两个地方 丽丝当即蒙圈 接着她再次拿出另一个磁带 这是2021年10月15日的 安娜当即明白那是事故发生一天后 可是里面的录音却居然是 本来已经挂掉的老黑的 内容却是老黑不愿意将安娜的尸体运回来 安娜顿时大惊地关掉了一气 而后她说或许他们不该听这些 接着她慌张地收起来冷原子一气 可是丽丝却忽然叫住了她 她问安娜你觉得我和以前一样吗 看到妈妈不理解的样子 丽丝再次强调 这一刻安娜忽然泪流满面 或许她也已经意识到了 自己穿越到了平行宇宙 只是她还不愿意承认 与此同时在小木屋几十里外 三辆警车正在飞速前行 而里面正是丈夫马格斯 以及安德烈还有奈斯的亨利 而他们此来却是为了抓捕安娜 然后交给白姐处理 而另一边的安娜却连忙 将冷原子实验装置带出来 而后小心地在杂物间里放下 可就在此刻一道声音传来 那是B宇宙的利丝 她发现自己迷路了 而听到声音后 深处C宇宙的安娜 也顿时明白了自己要做什么 她连忙着急地冲回来 而后正正地注视了一眼 睡着的C宇宙利丝后 安娜转身离开了房间 与此同时 B宇宙利丝的声音再次传来 下一刻利丝摔倒在地上 可是就在她再次站起身 却看到了远处的一盏灯光 她连忙走去 却发现这居然就是自己家的小木屋 难道自己误打误撞又回来了吗 可当她靠近后仔细地打量 却发现这个小木屋的窗玻璃都破了 虽然明显和自己来的时候不一样 她还是站上板凳 却不料钥匙居然还在里面 可当她打开门却发现 里面还有一个活着的猫咪 接着她看到了两个人 抬着魔鬼的画像 而这幅画却明显和自己家的不一样了 接着她发现小木屋早已破败不堪 随着冷一袭来 她踏着满地的积血缓缓迈上楼梯 嘴里还一遍遍地喊着妈妈的名字 可是却没有得到一点回忆 接着她看到了那唯一似乎暖和的地方 那是一个柜子 于是她将自己的项链放到把手上 可是就在她进去的一瞬间 门忽然就这么关上了 紧接着B宇宙的莉丝惊恐地发现 自己怎么也打不开了柜子 彼此同时身处C宇宙的B宇宙安娜 已经来到这里 下一刻她打开了柜门 第一集熟悉的情节上演 B宇宙的安娜找到了真正的女儿 她将B宇宙的莉丝背回来C宇宙 然后她闻过女儿的味道 终于确认这就是自己的女儿 为了驱赶寒冷 她给她洗了热水走 可是就在此时热水突然没了 她丢下B宇宙的莉丝去寻找热水 可是就在那一瞬间 她看到了两个女儿 B宇宙丽丝和C宇宙丽丝 同时出现在了B宇宙的安娜眼前 可是安娜忽然眼睛不畏疼痛不已 等她缓过来后 正要前往查看女儿的情况 却忽然被C宇宙的莉丝拦住 下一刻B宇宙的莉丝眼中 一切都消失了 她连忙告诉父亲自己看到的一切 父亲却连忙给她披上被单 告诉她那不可能 可是被否认的B宇宙丽丝却顿时激动不已 可是这一刻的马格斯 看着女儿的情况也简直要崩溃 与此同时 身处C宇宙的B宇宙安娜也再次上演之前的情节 她连忙带着C宇宙的莉丝 就要出去寻找自己的B宇宙女儿莉丝 还告诉她他们要寻找另一个小木屋 顺路她还从杂物间戴上了冷原子实验一起 可是他们还没走出多远 C宇宙戴着蓝色帽子的莉丝却想到什么脚步一顿 于是她连忙告诉母亲 人在难过时候会出现幻想 尤其是上过外太空的人 安娜却缓缓走近告诉她 我认为你说的很对 可是我认为你不是我的女儿 莉丝却蒙圈了 她愤怒地质问她是谁 下一刻莉丝竟然转身逃离 而她的嘴里还大喊着妈妈疯了 自己要去找爸爸 与此同时 碧宇宙的莉丝久久不能入眠 她觉得自己看到的就是妈妈 而后一转身 她觉得爸爸已经睡着 于是她戴上了大头帽 转身再次出门 可是很快父亲马格斯 也意识到什么顿时清醒过来 看着打开的房门 她顿时意识到 女儿又去找她被抛弃在太空站的妈妈 连忙却追 可是很快碧宇宙的莉丝 就在地上发现一个珠子 看过锅锅前几集解说的 都知道那是C宇宙的莉丝留下的 紧接着她又发现一颗 而很快她就发现了 那个被安娜和C宇宙 莉丝丢下的冷原子实验一起 而就在此时与安娜闹翻的 C宇宙的莉丝却在误打误撞之下 来到了破败小木 意识到母亲说的可能是对的 她连忙告诉安娜 而一转头 她才发现安娜没有跟来 于是她推门走入 可是却在这里发现一只死掉的猫咪 紧接着一抬头 她发现了墙上的画 那是一个俯首的天使 紧接着她看到了墙上的另一幅画 那是被抬着的魔鬼 而那幅画下面居然还有个录音机 她拿起录音机上楼 可是却在柜门上发现了自己的手脸 而与此同时 碧宇宙的莉丝也跟着沿途的珠子 也来到了这里 而她也看到了窗户上 C宇宙莉丝的手电筒光芒 就在她走入的时候 那只猫咪却是活的 这无疑对应了薛定恶的猫 C宇宙的莉丝打开是死的 碧宇宙的莉丝打开是活的 而他们没走入之前都有可能 紧接着C宇宙蓝帽子莉丝 带着录音机来到了柜子里 而后她按下开关说 紧接着碧宇宙的莉丝也来到柜子前面 她记得妈妈是在这里发现自己的 可是一低头 她却在柜子里发现了同样的录音机 下一刻她拿起录音机却听到一道声音 这无疑对应了 郭郭拆解的本剧打游戏开挂的说法 此时的雪地上 无疑即将汇集两个丽丝一个安娜 而他们也即将在ABC三个平行宇宙开始交集 由于接下来的剧情 足以在悬疑科幻剧里封神 所以为了讲得透彻单独再开一集 一会就发请大家稍安勿躁